再有两天就是中国年了 前两天看视频里面 有些人去采购年货 看到中国的市场非常的繁荣 勾起了我一些回忆 我最后一次在中国过年的是 1994年春节 我在我的父母家 我带着女儿 我先生那个时候已经在美国了 那个时候过年的时候 我已经拿到了去美国的机票 就是一个月以后 我们就踏上了去美国的真诚 那一年家里还有外婆 还有我父母 还有我姐姐一家 所以我们一家人 一共八口人在一起过的一个年 印象非常深刻 其实印象更深刻的是 改革开放以前的过年 改革开放以前嘛 那个中国的物质还是比较贫乏的 那我们家是我父亲 是永远都是那种 对烹饪非常有兴趣的一个人 他就每一年早早的 两个礼拜以前就开始购置年货 比如想买鸡 早点买鸡可能便宜一点 就把它放在这个厨房里面 养两个礼拜 那买肉呢 就一定要在年边上面买了 因为家里都没有冰箱的 买了以后就要加工 每年我父亲都要准备一个菜单 一般都是八个热菜 四个凉菜 加上一个鸡汤 还有一盘饺子 大概就是这个十几二十个 非常的丰盛 因为很多东西平时都吃不到的 或者是平时比较节省 留得过年吃的 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年味特别重 就是有太多的好吃的了 还有一点就是有新衣服穿了 而且那个时候没有很多的成衣卖 都是要自己到裁缝店去做的 所以大概在这个过年前两三个月 就要到裁缝店里面就开始做衣服 还有压岁钱得 我们得到了压岁钱 都是那个新钱 都没有压过的攒新的 那还记得有一次 是我还是读小学的时候过年 外婆告诉我 就是为什么会给压岁钱呢 因为小孩要向大人磕头 磕了头才有压岁钱的 她就跟我说 她叫我给她磕个头 她要给我十块钱 那个时候十块钱是很多 我一下兴奋起来 我就马上讲句 那我给你磕十个头 你给我一百块 外婆讲那我是没有那么多钱给你 还有玩 那么玩是什么呢 玩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电视嘛 从三四晚上开始 我家乡的习俗是放三四鞭炮的 吃饭的时候开始放一串鞭炮 半夜十二点钟放一串鞭炮 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再放一串鞭炮 从三四晚上起呢 就有各种各样的活动 看彩灯 猜谜语 还有一些套什么奖品的 还有小型的文艺演出 还有就是连夜放电影 那么三四晚上开始的这样的活动 一直会持续好几天 还有一点 关于吃的就是很多的零食 那个炒货 花生瓜子 芝麻糖 大麻枣 还有一些那个炸的那个叫油果 那个时候没有现成的炒熟了的卖的 那是后来改革开放以后是才有熟货卖的 那么以前呢都是要自己炒的 那大年初一那天大家都起来特别的早 那起来早以后是大家都站在走廊上面 我们这一层有八户人家 那么每一家的人都出来互相拜拜年 互相问候一声 半个小时以后 父母亲就改个单位上面去了 进去团拜 就是大家就互相问个好 那么我们小孩就在家里玩 一千响的爆竹 其实这里面是有一千个那个小爆竹组成的 那么我们小孩子就把那个爆竹呢 一个一个的取下来 一个一个的放 点一下放一下 点一下放一下 那么有同学的就跟同学出去玩 因为大家都穿着新衣服嘛 都很好奇别人的新衣服是怎么样的样子 我的新衣服是怎么样的样子 其实也是一个小显白的过程 还有一个就是到别人家去看别人家的花生瓜子 跟自己家里有什么不同 那很多的人家家里有乡下的亲戚的 会家里大概乡下来的东西 比如像红薯干那什么东西了 炒红薯片 那一般城市都买不到的 那我们就到这些人家去吃 尝每个人家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风味的东西 整个拜年 一般的这个重要的人物 都是初一就要拜的 有一些亲戚家来拜年的 都是初二拜的 那么还有初三拜的 初四拜的 改革开放以前过年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那个时候很多的年轻人结婚 都是选在春节前后的 因为春节前后大家都有嫁了 大家都可以来参加你的婚礼了 而且春节呢会有很多的喜庆 那么改革开放以后有什么不同呢 花生瓜子的那种小零食 熟的可以买到了 不要自己做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不要去到裁缝店去做衣服了 那么就是自己可以到街上去买什么样的衣服 就可以开始穿了 那个是改革开放以后的 还有一点就是改革开放以后有电视了 那么电视里面就是很多人就不出门了 在家看电视 改革开放开始几年 有的家是没有电视的 就到有电视的朋友 亲戚朋友家去过 这样的话大家都开始看电视了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拜年的稍微少了一点 虽然有了电视那是白天还是要拜年的 有做起了以后 大家慢慢的开始就用这个电话开始拜年了 那么现在有微信了 那就是微信拜年的 我想的是这样的 那么改革开放了以后 有冰箱了以后 菜也会烧那么多 虽然平时也可以吃得到不少过年的菜 但是我们还会烧很多的菜 因为有冰箱了 反正平时也要吃 过年也要吃就往冰箱里面放 改革开放了以后呢 那个过春节的这个气氛呢 我就觉得没有改革开放以前 那种穷人的那种兴奋劲 因为那个时候改革开放以前嘛 大家都很穷 突然一下那么多吃的 还有新衣服穿 一下子就兴奋一下 那么改革开放以后 平时也看插得到 那种过年的这个心情 就慢慢慢慢有点淡下来了 我来到美国以后 开始这两三年在学校里面读书 也会有大型的这个晚会 看节目吃东西包饺子 毕丽业以后 我在美国中西部 住了几个小城镇 那基本上几个小城镇 就是我一个中国人 没有第二个 所以过年呢 就慢慢的淡下来了 那我们就是自己家过一个年 三十晚上做几个菜 我跟我老公女儿三个人 过年庆祝一下 做一点我们平时想吃的中国菜 没有时间做的 女儿上高中的时候 就开始租校 上大学也是在学校里面 不在我们附近的 跟家里的比较远 那么过年也不放假的 所以就自从那个时候呢 就是我们老两口过年 这么一下也过了这个十几年 跟学生两个人过年 看看电视 看看中国的春晚年 那我今天和明天两天 也是准备一些吃的 我跟我学生两个人 那就不是要一餐吃了 就是一边做一边吃 就是这样的 然后过新年 那我先生请天假在家里 我们看春晚 看看美国的电影 看看中国的电影 大家和我学生两个人 互相祝愿一下 希望我们两个的新年 都有个新的开始 希望疫情赶快的结束 我们可以出去玩一玩 希望2022年 我们的生活回归正常 好了 今天关于这个春节的回忆 就讲到这里 祝愿大家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感谢观看